一百多年前的清朝人在面对镜头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00年 由美国传教士在北京拍摄 画面中出现的这些清朝人 个个都拖着长长的辫子 当时的洋人形容这是猪的尾巴 他们在镜头前表现出的好奇 木讷甚至有的看上去神情慌张 这也反映了当时身为清朝百姓 已经和世界文明严重脱轨 清朝闭关锁国带来的后果不仅让百姓无知 更是让当时的泱泱大国停滞发展 当时的晚清社会有这么一种奇怪的传言 他们认为摄像机是洋人残害中国人的一种巫术 并且把摄像机称为射魂机 只要被他们的机器所拍摄到 就能射人魂魄 进而制人死命 1860年 第二次鸦片大战迫使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 当时咸丰皇帝已经逃亡热和 留下公亲王一心负责在北京与洋人签订协议 当洋人拿出摄像机准备为公亲王一心拍照时 他被吓得脸色惨白 面如死灰 1868至1872年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中国旅行拍摄 他经常遭到当地人的围攻 扔石头 为此不得不仓皇逃跑 甚至丢了镜头盖 他以切身经历说 那些有知识有地位的中国人向人群散布谣言 说照片会射走人的精气神 人在拍照后就会命丧皇权 可见当时的人有多愚昧 自1840年至1900年的这几十年间 大量洋货涌入 此时的百姓在面对洋人的镜头时 虽没之前那样惧怕 但更多的还是好奇的敬而远之 而此时出现在镜头里的这些人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也在好奇地打量着他们